拜登他最新的一个谈话呢 他提到撤离阿富汗行动是无比成功啊 你看无比成功 大家就啊 无比成功的话 那应该要战胜不断 民调大幅上扬 结果呢 他却说是非常的成功 而且还呛说 哦这个ISIS-K 我跟你们还没玩 对于想伤害美国和盟国的恐怖主义者 我会让你们付出最大的代价啊 话是很呛啦 可是大家一看 哇天哪 你真的是说这个行动叫做成功的吗 如果成功的话 一个曾经救过你的翻译员 他困在阿富汗想逃出来 然后都已经向你求救了 你都还要把他留在那里哦 好啊这个是拜登啊 来亮哥怎么看 他意思是比那个敦克尔克大撤退 还要成功 对啊对啊 他意思是这样子 他说撤走了90% 我跟你讲他后面还有一些头痛的事啦 因为事实上美国估计 阿富汗恐怕还有100到200个美国公民 对 因为他是撤走了美军嘛 200个 可是有些人不一定要克布尔嘛 赶不过来 对 那100到200个美国公民 未来会不会成为人质 你不知道 对 因为 接下来塔利班 他说9月3号要成立联合政府 二媒有报道 他刚刚宣布了 9月3号 那表示谈的还算顺利啦 那接下来他一定是要跟美国要那个 你给我冻结的那95亿你要还我啊 那是我央行的存在美国的存款嘛 还有汇款机制你要解封啊 还有IMF那4.6亿你要解封啊 那如果美国提出相对条件说 你要把恐怖分子赶走 我才要解封 那什么叫赶走 指标是什么 什么叫做盖达跟ISK 离开了阿富汗 你如何知道 因为他们是分散性的组织嘛 有的甚至是孤狼 所以这里一定会卡住啦 那个塔利班一定会说 有啊我们现在已经在节制他们的活动了 那你钱要赶快还我 不然我经济会崩溃嘛 因为经济崩溃是很现实的 事实上联合国也直接讲说 有人道救援的必要 而且甚至还讲得非常严重说 可能有将近50%的人陷入可能的饥荒 你就知道他经济有多严重 所以在他联合政府组成之后 他一定会跟全世界做这种诉求嘛 说我一定会跟全世界合作 我不会让恐怖分子活动 那请你解除我的金融管制嘛 把我的钱还我吧 那你认为美国会做吗 他很头痛啊 因为现在其实你说撤离了阿富汗 目的就是为了什么 要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 我跟你讲 中国跟俄罗斯就在呼吁美国嘛 说你必须回来跟塔利班合作嘛 不然你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可是我们必须讲一个历史的惨痛经验啦 就是越南在1975年统一嘛 美国直到1995年才跟他建交 隔了20年 可是我跟你讲 拜登已经讲了啦 他那个权文里面他有提啊 透过大型的这个军事行动 去改造一个国家 是不可以的 就是这个时代结束了 他说这个时代结束了 他现在没有去讲那个 他讲反恐嘛 我现在就在讲反恐 因为他们当初去的理由就是宾阿登嘛 那事实上我们就证明了恐怖主义还在嘛 是 所以在这一点他没有下台阶啊 对不对 因为恐怖还在活动嘛 SK还在啊不是吗 可是现在真的是很糗 因为蓝老师你看哈 阿富汗沦陷之前 拜登有跟加尼通话 还叫他改变观念 最后通话当中 双方都没有意识到 整个国家落入塔利班手中 然后就有人讲说 所以呢 拜登你根本在判断上面都有问题吧 对啊 这是一个他的缺失嘛 记上这一笔 然后呢说糗不糗 还有这个啊你看 塔利班的支持者是扮假桑李棺材 盖上美英法国旗北约旗帜在游行 真的是很太没面子了 面子里子难道都要输光吗 就他们现在把这个欧美北约 这些国家有入侵阿富汗的 例如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 这些入侵阿富汗的 他们现在都是拿来讽刺嘛 所以他们会用他们的国旗啊 那你就会看到这些国家是灰头土脸 确实是灰头土脸 但是就拜登来讲的话 他怎么办呢 他不能承认失败啊 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说 我真的是做得很好啊 我的决策很棒 完全正确好到不行 而且每一个人都要这么说啊 所以你们看他们就一直在强调说 你看我们 对你们看我们在几天内 我们就输送了这个几万人了 十几万人了 十二万 这是历史上的 十二万人十七天之内 对不对 他们一定要一直强调这一点 一直强调这一点 说我们多厉害 敦克尔克大车队都没有这么 样的漂亮耶 好 而且我们都只有空运耶 好 但是问题就在他们内心里面 有一个七上八下的事实 刚刚正亮讲的 一两百个美国人 其实还有欧洲的公民在那边 那目前来讲我们传出来的讯息是 美国已经有跟塔利班有秘密的协定 秘密的协定呢 就是说这一些美国的跟欧洲的公民 他们必须要在家里面 在安全的地方要躲藏 然后等待通知 那也就是说 他们已经都建立联系线了 等待通知的时候 然后会接到指示 叫他们去这个运送据点 那一般估计可能是 这个阿富汗的内政部所设计的几个据点 然后要他们先想办法到了那个据点 塔利班会把他们安全的护送 然后去美军准备接收他们的接待点 那再把他们运回去 问题就在于这段时间内 ISIS或是盖达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去攻击 或者是去掠夺这些美国的公民 因为如果他们能够在这段时间内掠夺 抢夺到俘虏一些美国的公民 这些恐怖主义的组织就有筹码了 有了筹码了以后 他们可以再上演这个据砍头的 这个割头的这个戏码 一旦上演这个戏码的时候 欧洲人美国人他们几乎要崩溃 他们会马上质疑他们的领导人 得这个决断 然后会激起欧美的这些 穆斯林的第二第三代的这些疏离感 跟欧美国家有疏离感的这些人 也就是一直长期受到种族歧视 一直不认同他的出生地 因为有很多我所了解的 有很多在英国法国德国 尤其是英法这两个还有比利时 他们本身是已经是第二代 或是第三代的穆斯林 可是他们长期受到歧视 所以他们没有认同感 他其实讲的法文是没有口音的法文 因为他从小就在那边出生 然后他觉得他为什么一出生 就被歧视 这些人在寻找归属 寻找归属感 他们就加入了伊斯兰国 那如果说这伊斯兰国他们把它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会激起他们说这个组织有力量 他们可以建立哈里发 然后他们本身又重新回药 这个其实这样子一下来的话 恐怖主义马上又起来了 那个势头马上又起来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对拜登 这可能是ISIS又重演一次 又重演一次 所以我觉得拜登也好 或是欧美的这些像德国英国法国 这几个国家的领袖坦白说 他们实际上是每天都提心吊胆 所以也就是说他们一定要确定他们的公民 都没有人还在阿富汗 可是已经知道美国有一两百位 欧洲我们还没有得到数字 但现在问题是这样子的话 美国如此的不堪 再加上各式的报道纷纷出炉 的确雪上加霜了 你看刚才我一开始有讲到 一个在2008年曾经有救过拜登 其实还救了Carrie 因为拜登跟Carrie是搭同一个直升机 然后那个困在 对不对暴风雪困在他们阿富汗的山区 就这个翻译员有救他们 救了然后结果现在呢 他需要求救了 你看结果他真的求救了 说不要把我遗忘在这儿啊 结果呢白宫有回应 白宫回应是说谢谢你 我们会帮助你 但是不知道到底会怎么帮助 因为不能只有一句感谢而已 好除了这个翻译员之外 那你看还有人说 美国这样子做太残忍了吧 你们现在军权有名字军权的可以撤 但是有合约的工作权自生自灭 结果就有人说 是哦美国的狗就是命 难道阿富汗的狗就不是命吗 进去您 相较之下那个英国那些 我们之前讲的那几只狗和猫还不错 两百只能上飞机 还能上飞机 美国的要有这个名字跟军衔 你还可以撤离 那大概就要像这个拜登的爱犬少校一样 能够优先这样子 但是少校也不可能被置于那种环境当中 那刚刚其实主持人讲到那个穆罕默德 就是那个阿富汗传议 我们叫翻译人员 他是一个协助美军的进行这个翻译基地翻译工作人员 看不很近 那当时他是负责那边的翻译人员 接到了这个讯息之后 美军想要派这个收救直升黑银直升机 他有一个收救和这个运输的任务 那当时拜登是在2008年的时候跟这个凯瑞 民主党的凯瑞赛 还有另外一个共和党也是一个重量级的议员 叫哈格尔 他们三个人因为气候恶劣的关系 大暴风雪 然后困在了阿富汗的这个山区 你要知道我们之前节目在讲 阿富汗美军撤离的这个状况 和塔利班的这个行动的时候 都在讲那个阿富汗最可怕的 就是他的恶劣的高山跟深谷的地形 所以才会变成说塔利班也好 或是现在反塔利班的 有些地方他可以躲藏 因为你那恶劣的天后 再加上那个地形的话 你几乎救无可救 而当时美军还在搜寻这个 这个拜登的地址 就是地点 他们那个发出讯号地点在哪里 然后要派黑音直升级 又不太了解阿富汗的整个状况 然后又不知道那个地理 又看不太懂阿富汗的文字 就是靠这个穆罕默德 他是当地长大的 然后又是那个当地通 然后问了一些当地的人 然后整个把整个讯息综合起来 交给了这个美军 然后美军出动搜救小组 搭黑音直升级去搜救的时候 这个这个传意 穆罕默德也随机跟着一起去 然后做反应 因为他通英文又可以讲阿富汗的语言 然后所以进行这样的 所以也成功的时候 当然拜登后来还很感谢他 但这一次收救 这一次那个撤离的时候 他曾经有跟拜登 透过管道跟拜登和美军表示说 能不能救我跟我们家 因为他是 他就是典型 被塔利班认为说 一定要找出来 收出来 这个如果要秋后算账的话 头号目标 帮助美军的人 而且你救过拜登 那你救过拜登 救过凯瑞 这个不把你怎么样 或除之后快 这怎么会了解塔利班心里面的大患呢 那所以他其实当时 他有跟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连他总共五个人 他的家人四个子女 然后他整个带到这个机场去 然后结果没想到 当时美军就很冷漠地跟他说 你可以登机 你的家人不行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放掉你的家人 就直接到美国 你的家人就死定了 怎么舍得嘛 所以他后来决定留下来 然后他就说 你能不能帮我跟拜登 跟这个美国政府高层讲说 我是救他的人 然后希望我跟我的家人 可以一起去美国 他有申请美国的特殊的移民签证 那个英文简单叫SIV 他申请好多年 一直没有下来 所以碰到这个节骨眼 美国官方后来媒体查证的时候 在问这个信 这个讯息 因为从阿富汗传出来 美国的官方和五角大将 也只冷冷地说谢谢他 我觉得然后呢 他现在在阿富汗境内到处躲藏 所以你自你当初的一个 救命恩人于不顾的话 你当初要撤离那么多人 你也要想到 他跟他们家人的这个处境 所以人甚至可能还不如狗 很多人想逃 但是呢 就是担心会不会性命不保 因为呢 你看到 刚刚有讲到嘛 美军跟阿塔是有秘密的约定 然后呢 阿塔可以送美国人去机场 但是你要把名单交出来 然后呢 是不是可能有人就要被秋后算账了 福斯还有一个报导说 阿塔挨家挨户的进行处决 这个恐怖的枪声 响个不停啊 所以当然会不会有人质疑 会不会有人批评 当然会 而批评的还包括了前总统川普 川普呢 甚至啊都很 很大声的在那边讲说 还有那个 价值800多亿的军备在那里 都是最精良的耶 要是我 我会把阿富汗炸烂再走啊 你要撤也应该要这样做啊 结果呢 大家来猛批拜登 好了 然后现在还有 90名退役将领 都还联署要国防部长啊 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 辞职 最高军事领导层 要防止美国在撤军犯下的错误 如果他们已经尽全力 但是总统没听 那么他们就应该赶快辞 别再拖了 亮哥 这个 就是退役军官要这个国防部长 跟赵博总长辞职啦 我估计国会也会要求 国家安全顾问那个 沙利本要辞职啦 然后国务卿布林肯也要辞职啦 所以这是一个即将来的风暴啦 因为这个是配合国会 军事情报外交三个委员会的联合调查嘛 那这个调查报告我估计 大概几个月之后 你就会开始传出一些内幕的调查的一些讯息 是 各种政治压力就开始来了 的确 好 先谢谢线上的GYMAN0520 谢谢你抖内 那么这个说中华民族要加油 好感谢您的抖内跟支持 好请导播给我们看下一张 那要说现在呢 阿富汗的情势会如何演变呢 美国的外交事务要转移到卡达 美国讲话了耶 但卡达怎么说呢 孤立塔利班阿富汗恐怕是更不安定的吧 现在其实塔利班都有动作啦 塔利班呢 他现在很需要对话 就像卡达的外长他讲的嘛 你会更不安定啊 你阿富汗会这样更不安定啊 你要多多的去跟他们对话才对啊 那塔利班他的确有在跟别人对话 包括印度 跟印度的会谈才是掌权之后 首次做正式的外交接触耶 哎 塔利班现在是怎么样呢 来 老师 这印度有点有趣 印度压错宝了 印度在这个之前 印度接受美国的 要求布林肯他们要求 所以你会看到这一次塔利班打进去了以后 不是有很多米 就是米格的米直升机 那个是俄国的直升机 那不是美国的直升机 那怎么会俄国的直升机在塔利班呢 可是塔利班在俄国是被界定是恐怖主义 所以他是印度给的 也就是说印度给这个原来的塔利班的政府 不是印度给原来的阿富汗的原政府 因为美国要求印度去帮助原政府 所以印度给他直升机 然后要他去打塔利班 结果呢给了直升机没多久以后 这个原政府就垮台了 可是你看塔利班的外交已经必全灵活了 因为他知道印度是宁静的大国之一 所以他还是要跟印度建立相当的关系 然后他也希望说土耳其能够帮他运作 国际机场 那目前来讲土耳其并没有完全的 答应也没有完全拒绝 但他知道要去跟土耳其对话沟通 他知道要跟土耳其对话沟通 他也知道要跟俄罗斯 他也知道要跟中国大陆 然后他希望中国大陆的关系更紧密一点 然后他也希望说要改善跟印度的关系 现在大家比较注意到的是 如果他的资金继续被美国跟IF这样冻结的话 他本来是要切断鸦片的 可是他切断鸦片以后 原来靠鸦片为生的地方的这些军头 那很有可能会造反 所以他对于对塔利班来说的话 他希望要先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用派系的平衡 使阿富汗能够相对的政治稳定 这样子的话外国的才敢进去投资 那进去投资他最丰富的就是矿产 可是没有人在一个不稳定的情形下 会对你做采矿 因为采矿一定他要设备冶炼技术 而且还要有交通 要把你拉这个你一定要铁路啦 可是铁路不会马上就盖好 他需要大量的投资进去 他一定要你保证 保证的情形你想想看 以阿富汗这么丰富的矿产 如果这些都进来的话 他可以就不种鸦片了 他的鸦片可以种一定量 是作为医疗用的 可是不会做毒品 但是如果美国继续封的话 我敢保证塔利班绝对会种鸦片 因为他需要钱 而他需要钱你欧美的国家不给他钱 他就一定会走别的路来去 全世界百分之八十 对啊你看 这个啊 这边你看阿塔的发言人都讲啦 我们阿富汗不再种鸛素 禁止毒品交易 他要成为一个无毒的国家 是不是要洗刷一下 过去的一个形象呢 其实事实上这个亮哥已经讲了嘛 他们是最大的鸦片种植国 占了百分之八十耶 鸛素就是他的原料 而且可以弄成海洛因啊都可以 是那亮哥那这样怎么办呢 因为他不这样的话他没钱啊 地方上面就会有一种 我现在他当然把他最好的形象面的话 都讲出来了 是 不得不能少就敢了 理想啊 因为这是有一个共犯结构了 刚刚赖老师有提到军阀嘛 我讲白了啦 也包括巴基斯坦的军情局啦 甚至包括部分美国人啊 都是勾结的啦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共犯利益结构 上百亿美金啊 所以说到做不到的嘛 他会努力做嘛 可是你必须要给他一个安定的环境嘛 因为他的铜矿是世界第三嘛 可是采矿不是那么容易嘛 刚赖老师也讲了嘛 你交通要顺遂啊 不会被人家抢劫啊 对不对被人家勒索 而采矿都是要投入很多年的嘛 所以你如果没有一个 和平稳定的环境 谁会来投资呢 对不对 所以就是有点环环相扣啦 就是你美国无论如何一定要跟塔利班接触啦 接触 然后顺利的把你的美国公民带回 然后接下来塔利班 你要把塔利班的钱还给人家嘛 因为那本来就是阿富汗政府的钱嘛 那只是说美国没有把握说你能不能把恐怖主义压下去嘛 那这个坦白说各国都有共同利益啦 包括中国俄罗斯也都有共同利益啊 是好来谢谢这个线上有一位real龙 谢谢你的donate 谢谢你的支持 可是很快地停点时间 赖老师补充一下 那塔利班9月3号宣布一个新的 今天是9月1号 然后那就要谈咯 那就要跟地方上要好好谈啊 军阀要谈咯 我觉得他们已经谈 我觉得他们已经谈出来了 谈好了 已经谈出来了 而且是一定是派系平衡 例如说北方联盟 你看他们原本的总统都已经参加 就前一任的总统 卡扎 对卡扎都有去参加他们的会谈 所以而且他们也希望加尼再回来嘛 对啊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阿富汗很清楚的 塔利班很清楚的知道 他吃不下整个阿富汗 那他既然吃不下整个阿富汗 与其再发生内战 搞不如那就利益要分享 但是他分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来讲 看起来是有平衡 而且很有可能啊 地方的自治的权会多一点 对 因为他也没有必要要整个控制嘛 因为他也控制不了 所以我觉得会考虑到中族的问题 中派的问题 而且呢很特别的地方是 塔利班跟伊朗改善关系 这个过去他们是敌对的 因为一个是逊尼派 一个是什叶派 是很敌对的 结果现在他们关系改善 所以也谈好了什么 对我觉得他边疆的那些什叶派的 不同的他们也都会考虑到 我觉得利益的考量已经有在做 这一次的塔利班确实是跟20年前的塔利班不一样 我觉得这一点上真的国际间要有这个认识 我们当然还要看他未来的做法 他都要着想 对啊 就是那个小马苏的他都要着想嘛 都没有什么声音了嘛 都没有说我们要对抗了嘛 我只有一个省而已